都说这个日系车特别保质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日系车里面的跳水王 斯巴鲁 人家正常自己 反正就自己用 看下 当时买的是车况比较好 没有花 就全车元期 然后你回去自己擦了一下 没办法 那就是城市太多 车太多你寡寡生生的 再说难免我来 有的 有的这里是一 没修过 这里有的 这是原厂数据 原厂在这一根吗 还是对这一段 这一段 从这到这里 你车18年之后就没在三天了 然后只有20年最后一次 转回的时候就出了一句 对对 那维修的话 它应该都有吧 你把清白衣 清白衣 我再看一下A柱这个 如果是实验尾宝记录没事都去到这边 那肯定没有 这里没有 从这开始 你到下面这么长 这个短 这个就这一点点 那肯定是从那边长 肯定是原厂的问题 不可能的 这边根本能从来 我驾驶的位置出来都没什么 那肯定就是出厂就是这样的 也不可能 那可能就是所有出厂的车都这样 不可能 那两个都有 你要说差个差一点可以 这差太多了 差太多你可以看看其他车的 找不到我当时那个照片就给你看了 你看这红利灯起步的时候两个车往中间一堆 你出现多不多 出现金额大概在多少 出现金额两个门我不知道 反正在1万左右吧 1万多 你不要的 1万左右应该差不多 要不就不做了 你要做回来那也没办法 好吧 那我们就这台车我们就不做吧 没关系 对吧 很抱歉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也是很诚心的 对 马上开了两个多小时车过来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开了两个多小时过来 就是诚心收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车况的预期呢 可能就是 对 跟你心理预期也差的差的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 跟你说价格什么 是吧 好吧 那麻烦你们跑一趟来 没事没事 买卖不成交个朋友 对吧 有时间到常州去我那逛逛 行行行 对不对 好的 没事 这个好卖的 这个价格好卖的 没有问题